好 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您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錢子 介紹這一個小時的來賓 首先是耶魯政治學博士 郭正亮 大家平安 台北市議員游淑慧 大王 資深媒體人陳輝文 大家平安 好 觀眾朋友都平安 我們知道現在颱風已經遠離了 可是我們看到南台灣的高雄 可以說是到處淹大水 觀眾朋友我們先來看看 好多的場景 先請導播讓我們看看 好多場景透過畫面 更能夠傳達當時的狀況 您看到有民眾透過手機拍下 這一幕又一幕的 有的在小河上行舟 這特斯拉很作用耶 很厲害 在這個路上行舟 還有地下室也變成大型的 一個游泳池 水不斷地從外面湧進來 還有人在馬路上有仰視 大家剛剛看到這一幕 有仰視 像這樣子 我剛剛還問我們小編說 怎麼會拍成這樣 原來是從他家鐵窗 陽台往下拍 有一名男子投在水上 就是很自在悠遊的往前游 有人說是苦中作樂 可是必須講 這個災情現在都還在估計中 不曉得會花多少錢 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給處理好 入夜之後 昨天晚上水還是沒有退 高雄多處淹黃泥 有很多民眾不開心 生氣喊話說 市長快看 你看到包括岡山 南紫 還有包括你看晚上8點 還是淹成這一副德性 陳其邁昨天晚上其實本來只宣布 8個地區停班停課 後來有很多的網友 永靖市長的臉書說 這個樣子我要怎麼去上班 好啊 我先去水裡把車撈出來 市長男子淹水都還沒有退呢 所以這個陳其邁從善如流 或者是說提查民意 有人講就是台灣很民粹 市長就改變主意 又變回那個暖男了 就開始宣布 全部的人通通停班停課 今天又再多停一次 高雄連續三天 不上班不上課 經濟損失多少我不知道 那我們看到包括 有人就要來算總帳了 給你這麼多錢治水 給你這麼多錢防洪 怎麼搞的高雄25座制洪池 全失靈啊 超越2009年的莫拉克 怎麼搞的 是不是有什麼樣哪個地方 沒有設計好 還是怎麼回事 錢下的不夠多嗎 這些都要檢討 應該要檢討要預防以後嘛 我們看到王鴻威講說 高雄過去明明獲得了 超過1200億的錢 佔預算補助 還有總計投入超過 百億的治水預算 錢很多耶 怎麼搞的遇上颱風 還是大淹水 錢到底花到哪裡去了 可是我們的總統賴清德 今天到南部勘災的時候 講了這一句話 我們聽聽看有沒有道理 莫拉克颱風的時候 是淹一層樓高 不過這一次是淹到大概 看起來大概30分公分高 換句話說我們這幾年來 所投入的治水的預算 還是有發揮的功能 要持續的 去做治水防洪的各項工作 有啦 總統說有 過去淹一層樓高 現在只淹30公分 所以治水有功 治水有效 不要說我們治水沒效 可是我們來看看過去 陳菊在當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講過這一句話 他說什麼話 來 我們先來聽聽看 蘇貞昌院長 他講過這一句話 他說 天公倍很公平 做得好就不會淹 做不好就會淹水 我們來聽聽看 天公倍很公平 我在管理大小 一聲大做不好 你就淹淹 如果做好你就淹淹 所以做得好就不會淹水 那現在淹水是有人做不好嗎 不要說什麼 這個不公平 天公倍很公平 過去陳菊在當市長的時候也講過 如果是淹水的話 治水的部分有八成是中央要負責 八成是中央要負責 都是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現在高雄淹水淹成這樣 我們當然希望所有的朋友 都可以度過難關 趕快清理家園 我們是同島一命 可是現在也有人在做分化了 因為畢竟有人就說 你高雄花了這麼多錢 有人想要稍微知道原因 我們看到包括一些 網路上的人就說好冷血 如果批評說高雄治水不成功 就是冷血 台北 這個是希望台北發生天災嗎 因為我記得台北以前淹水的時候 又有人在笑台北 這個大家都會互相笑來笑去 或者是互相做一些批評 我們看到這一個標題是來自於友台 他說高雄多處積水 PTT上卻狂酸 在地人高雄人生氣了 我們沒有很幸福 但很堅強 這句話有沒有與病呢 我們看看賓哥就說了 能夠讓在地人沒那麼堅強卻很幸福 才是政治人物該做的事情 我們不需要很堅強 讓我們幸福就好了 賓哥就這樣講了 我們看包括孟買春秋他也是一名網紅 他就說南部淹水怎麼可以嘲笑 可是黃陽一名就Google出來了 過去孟買春秋同樣的台北 或者是像桃園淹水 你看你也在酸啊 你也在酸啊 所以不要說別人 先看看自己 來我們問問看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 高雄這一次淹水你的家鄉 對 我覺得災難發生 首先救災 救責以後再說 所以現在去嘲笑 或者去罵誰做的不好 我覺得不好 不宜 賴清德講到莫拉克 莫拉克是2009 就那個88風災 88水災 那一年的降雨量最高是嘉義縣 阿里山鄉 降雨紀錄是3060公里 可怕至極 所以雖然只是中度颱風 可是造成的災難極恐怖 空閒的 事實上就是小林村被滅滅那一次 農業損失200億 那光是小林村就有400多人被活賣 那總共造成681個人死亡 所以賴清德講的也沒錯 就這次沒有那麼嚴重 那當然我們還是覺得很嚴重 因為高雄真的是太嚴重了 那坦白說雨量降最多了 就高雄 屏東 南投 就這一帶 那事實上這個氣象局也有統計報告 那個紀錄一定都是真的 坦白說你如果死雨量超過80公里以上 大概都會淹 那只是說持續多久 所以高雄到底 這個當然事後大家再來分析 就是說高雄 因為據我了解 陳其邁還做了超前準備 把志宏池都放空了 所以志宏池事實上有功能 那還是這樣 所以這個當然你可以去想像那個水量有多大 那就表示高雄到目前為止的水利建設還是不夠 就是志宏池 陳其留下來的 可是花了這麼多錢怎麼還不夠 就是問你可能還要有哪些東西才會夠 這個當然要問 比如說一千兩百億花了 那我們事後再來看它花在哪裡 那比如說你有沒有清淤 那排水道是不是都有 這個我並不清楚 可是我是了解陳菊是做志宏池 陳其邁事先把志宏池給清空 可是還是沒有用 因為降雨量實在是太大了 那我這個時候才會有統計 就總的降雨量是多大 那到了第三天 還有就是今天 還有這麼多地方 雨那個水還沒有辦法散掉 還沒退 那就是排水的問題了 我是覺得這一次一定也切得到 因為那個比較嚴重的地方都有 濕濱那個海水 海水稻罐 我認為有海水稻罐 比如說古山區 左南 那個都有接近海邊的問題 那連愛河都外溢 所以那個水已經多到 來以想像的程度了 可是大概兩天多水還是這樣 那你就知道相當嚴重了 因為我本來以為是 左南山明古山比較嚴重 我後來有一個朋友寄給我鳳山 有人在淹水裡面游泳 就剛剛那個啊 對啊 還仰視耶 我知道啊 就是鳳山啊 大社啊 都很嚴重啊 那這個當然專業的分析 我們要事後看啊 就是這兩三天到底下的雨量 是大到什麼程度 那哪一些抽水機是不是足夠使用 然後滋紅池是不是哪裡不夠 那有沒有做清浴的動作 然後排水管道是不是有不均 這個可能都要事後才能檢討了啦 那現在我的高雄鄉親還在痛苦中 實在是不想責怪他們啦 沒有責怪他們啦 就盡量去救 幫助鄉親啦 就這樣啦 對 一定是盡量幫助 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 因為我昨天看到陳其邁就是說 他我覺得他的工具也不多了 他就說勸大家不要出門 現在不能出門 不是啦 昨天啦 我昨天就看到他在 呼籲大家不要出門 那表示他可以用的工具 我估計大概都用完了 對 我們當然希望趕快救災 那把這個災損降到最低 可是公開的評論 應該還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可以說吧 還是說都不能說 蘇惠 我想在野黨也不要第一時間 就開始去怪說錢花在哪裡 因為這一次的累積雨量 可能真的已經超過人力所為的 可能承受的 但是執政黨 民進黨 也不要第一時間訴諸悲情 就是說你們冷血 你們怎麼怪我們 確實已經投入很多錢 在南部的治水預算 從陳水扁的8年800億 到這個馬英九時期 到最近的前瞻預算1200億 我們每一次 不管是誰當總統 南部的治水預算 永遠是優先考量 可是難道這麼多年 二十幾年來投入 幾百億 數百億的治水預算 到最後只患得賴清德總統說的 哎呀 為一斬流 變成飲30公分 我覺得一個總統不能這麼說 叫民眾說 跟你說你們很好運 以前給你淹一斬流 現在給你淹30公分而已 不是這個樣子 一個總統不能這個樣子 不是淹你家 剛剛亮哥說的 有幾件事情是淹水要做的 不是一直在投入工程 標工程 等於檢討又是再花錢 再標工程 那些治紅池 一個又一個工程的標出去 有時候只是花大錢而已 可是你們有沒有保養 我所謂保養就是 高雄有沒有清水溝 整個城市大大小小的水溝有沒有清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如果水溝沒有清的話 你根本沒有排水的功能 你再怎麼多的這個治紅池 你到最後治紅池滿了 你水溝根本沒有排水的工程 也是沒有用的 我為什麼特別提水溝的事情 大家記得韓國瑜在當市長的 那短短的期間內 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清水溝 陸瓶燈亮水溝清 結果他一清水溝 大家覺得很簡單的一個事情 他清出什麼 在水溝裡面可以清出 摩托車 在那個大型的排水溝裡面 他可以清出摩托車 為什麼要蓋這麼大的排水溝 就代表說那個地方 就是有這麼大的排水量 結果是有多少年沒有清 才會導致這麼大的排水溝裡面 充滿了垃圾污泥 甚至連廢棄的摩托車 都可以把它丟下去 好啦 等到韓國瑜被罷免以後 經過了三四年 去年邱宇軒高雄市議員 他在會看一條他們大寮的排水溝以後 他傳給我看 我也是驚呆了 排水溝裡面 溝蓋一打開 裡面也是滿滿的寶特瓶 那就代表說都沒有改變啊 一條又一條的排水溝 溝蓋打開裡面 都是什麼東西呢 都是垃圾污泥 如果是這樣的話 高雄花了那麼多錢 排水溝就是我們的血管 每一條血管如果都是堵塞的話 水怎麼排得掉呢 所以如果你都沒有保養 這些基礎工程下面全部都是堵塞的話 水來永遠都是堵塞啊 你只是從一公尺變成三十公分 為什麼 因為花了幾百億去徵收土地 去蓋置洪池 置洪池就是一個大的池子說 不然你水流的我會放在裡面 流到池裡面 可是原本擔任排水疏散的水溝 全部都堵塞 這些是平常每一年通通要去輸的 要去清淤的 這個是我們要去檢討的 我們不是冷血 不是在責怪 不是在噴口水 我們是心疼高雄人啊 每一年給你們錢 每一年我們高雄市民 都要忍受淹水 每一年耶 要不然就天坑 要不然就淹水 我們不是什麼台北看天下在冷血 高雄也有很多我們的朋友 是 來 輝文兄 來 怎麼看這一次風災之後 高雄的災變 前置我也是很疲憊 我也不知道要從台北 從這裡開始說好了 來 你看電話沒什麼 高雄重創 高雄的狀況 我們就不細講 你看中國時報寫什麼 高雄淹大水 這都是高雄的照片 你看這個偉大的自由時報 我要拿全版給你看 他有提到高雄兩個字 中南部 中南部也包括高雄 我也知道 南台重創 他就是不寫高雄 他的土有高雄 他的土也不放高雄 自由時報你這麼不愛高雄 你看那三版寫什麼 南投 你什麼南投 你還是沒有高雄 這張圖是高雄 就一張圖高雄 觀眾朋友這個時候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認知作戰 剛剛前置引述那個陳菊講的話 陳菊為什麼說八成是中央負責 因為那個時候中央是馬英九在當總統 所以八成要中央負責 我們就拿陳菊的標準 八成要中央負責 請問陳其邁 請問高雄的鄉親 中央是誰要負責 那不是蔡英文就是賴清德 總不能再去扯到馬英九了吧 馬英九已經下台這麼多年了 那就是蔡英文或是賴清德負責 賴清德上台兩個月 不成文的規定 那就不是賴清德 那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負責 我不是很理解說 為什麼這東西怎麼會講成這樣子 這個勘災 賴總統 勘災是這樣勘災的嗎 賴清德你到現在不會當總統 勘災的紀律是什麼 你要戴這個帽子 你連這個都不知道嗎 你為什麼把帽子拿下來 賴清德你是怎樣 陳其蔡就傻傻 你們這些立委都怎麼樣 大家都很注重法刑 我都不用戴 經濟部長也不用戴 馬英九走就去用電視 這種叉叉 我不去跟這個 我請問大家 是天災還是人禍 這是天災還是人禍 我不太懂 為什麼我要救災呢 我在台北我當是救責 我救什麼災 我在台北我是評論員 我要救什麼災 救災是你們這些叉叉的責任 總統 市長 經濟部長 立委 是你們的責任 我是要救什麼災 救災跟我屁事 你這種就是怎樣 先歸咎天災 不要談人禍 怎麼會這樣子 來 觀眾朋友來 這我們台北美食街 咱們會保護 有誰被淹水 每個也颱風車 送歪歪 KTV昨天台北新北爆滿 KTV要頂到無尾 為什麼 你看我們高雄的鄉親 這防水砸門 這不可能長期 這早就吐好 你看我們這個老大 厭世的表情 高雄是第一次被淹水嗎 為什麼我們這個老大 這麼無奈 你看我們這個高雄的八世 站在防水砸門前面 怕水淹到停車場 我不是很理解 我實在覺得都很奇怪 雖然是大家都喜歡當好人就對了 這真的是沒問題 來 觀眾朋友來 我再說一下 我們20年花多少 花一條 一趟 誰分最多 台南高雄嘉義 錢渣拿最多 結果你的錢不見了 為什麼 為什麼 今天賴清德跟陳其邁講的話 大家可能都沒聽懂 但是我相信亮哥聽得懂 因為亮哥以前在立法院 是財政委員會的招委 今天賴清德跟陳其邁的 弦外之音是什麼 就是我們需要下一筆治水預算 沒有錯 亮哥 我跟你講亮哥 這就是來行的 你聽不懂賴清德跟陳其邁在講什麼 我們治水有效 但是還不夠 還淹了30公分 所以各位鄉親 我們再準備更多的治水預算 把那個水壓下去 然後我可以拿這個錢再去綁裝 我一減二個 沒拿我減三個 搞不好下個會集中多了一筆 特別預算 這是來行的 人的立法院10年不是白幹的 我一點亮哥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看賴清德跟陳其邁在一代 唱我們這個有功的 治水有效 我們淹水的面積變小了 我們要再開下去 30公分 變成30公分 50公分 以後就變成這樣 閒外之音在這裡 謝謝最願意說真話的 陳惠文告訴我們真相 來我們先進一項廣告 祝的安全 活得平安 祝的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